近日,新疆审议通过喀什古城保护条例5月1号实施, 标志着喀什古城的保护、传承和利用将步入一个全新的法治化的阶段。 喀什古城地处中国新疆西部,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深土建筑群之一,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。 这里曾是古斯绸之路上的重要商贸城市,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, 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地域文化。 喀什古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,也是世界纪的文化宝藏。 四次条例的深意通过,从规划、保护、传承、利用等多个方面, 为古城的包护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法治包装。 旨在确保喀什古城的历史文买得意完好无孙的传承之后事。 在喀什古城景区,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领略这座千年古城, 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。 截止到三月底,喀什古城共接待了211万多游客, 统合旅游收入14多亿元。 这次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的审议通过,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古城越来越美丽, 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我们的喀什古城。 古城因人而充满生机, 走在古城大大小小的巷子里, 传统维吾尔族名居,手工艺品制作, 维吾尔族舞蹈,古城绘画艺术创作等应入眼帘。 在这里居住了十余年的古城画家库尔班将告诉记者, 这几年古城里越来越热闹了,特别高兴。 我非常自好住在古城里, 这个正式让我们看到了政府保护文化以前的 决心和利多, 相信未来的古城环境会更好, 我们的生活也会颜色而更加美好。 2015年, 喀什古城正式挂牌国家5A级旅游景区, 是新疆5A级历史人文景区。 2024年春节,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龙年春晚新疆分会场 在喀什市喀什古城举办。